迟大悲咒,助家猫脱离畜生道 李永永是只有福报的猫 生活在一个佛化家庭 李妈妈多年礼佛诵经 去年,在好友快乐的杨师兄指导下 每天专持大悲咒108遍 李永永今年已15岁高龄 因肾衰竭抢救无效 12月7日,李妈妈就把他从医院带回家 准备持咒送他 当天下午,快乐的杨师兄过来看他 看见李妈妈非常悲痛 就提醒,收起情绪,一心持咒 傍晚时分,永永就回光返照了 李妈妈说 姐姐正从南京赶回来 马上回来看永永了 她哭了 李妈妈呵斥她 姐姐能上大学,有文化 你呢?猫胎狗胎不亦乐乎 就争口猫粮 咱这次不投猫胎了 咱跟菩萨妈妈求菩萨加持,接你 听懂了吗? 永永使劲地眨眼睛表示同意 李妈妈又开始 不管女猫随随拉你都不能跟着走 坐等菩萨 跟妈妈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她又眨眼睛表示同意 到晚上,永永抽搐得厉害了 瞳孔放大 嘴里无理说话 浑身抽搐 明显有冤亲债主攻击她 李妈妈紧握她的双手 紧持大悲咒不停 一阵抽搐过后 永永却对妈妈眨眼睛表示 我还好 在整个过程中 永永没有昏迷 一直很清醒 李妈妈一直持诵大悲咒不断 跪求菩萨爱护这个小生命 带她去善道 12月8日凌晨3点50左右 永永清醒地一声长叫 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妈妈握着她的手 又持一个小时大悲咒 12月8日白天 李妈妈上班前吩咐女儿 每小时点灯上香 跪求菩萨 并去永永床边继续开室 跟观音菩萨走 到晚上8点 永永身体温热 关节柔软 直到12月9日下午 永永身体凉了 但是关节肌肉仍然柔软 面容安详 她脱离畜生道了 感恩那摩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 让这个小生命脱离恶道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三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那么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萨 随喜功德 提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